现在直播特火 我看别人给大主播刷礼物之后 粉丝娃娃地涨 钱就开始哗哗地往药包里赚 我也想这么干 但是他们都告诉我别整 我骗不 刷刷刷 三个月刷了五万多块 粉丝挡到了五千人 谁也不想问我挣了多少钱 来之前我就担心 要是有女孩给我留灯 我不喜欢可咋办 因为我从不敢当面拒绝 拒绝别人 我得敲碰脑瓜子小孩了 第一次拒绝女孩 我感觉她太妖道了 于是为了不和她在一起 我想出的法子是 上她家偷鸡 结果偷吞加鸡 却让她爸更加喜欢我 拒绝失败 于是我又想出了一招 我出去打工 她就联系不上我了 这就是拒绝了 第二次拒绝女孩 更坎坷 因为她太厉害了 一句话不对就开挠我 两句话不对就开打 后来实在受不了了 我想提分手 但我不敢了 于是我又想出了一招 我还是出去打工 她就联系不上我了 这就是拒绝了 我找对象能给出的条件是 给猜礼在藏存买房 在藏存发展事业 我的性格很开朗 从不生气 只能你家暴我 我从不伤害你一根手指头 一号刀 你家挺衬的 你是拆监户吗 不是 那五万块钱几个月就刷没了 你挺厉害的 这又干了 那你现在你就这五万块钱 扔里了涨多少分啊 五千多 那老弟你下回上我那买粉吧 你这太贵了 十块钱一个呀 他就是少 就是少 就是少 就是怼 你手一平怼最大的 你说猪妖夺症 我没玩过这个东西 那你现在开直播 屋里边有多少个人 我不直播呀 那你这不闲的吗 那你图意啥呀 猪妖症就是 猪妖症 对这点谁输不了呢 现在花五万块钱买这五千个粉丝 你后悔吗 不后悔 五万块钱你攒几年吧我听听 两年吧 两年啊 两年买这五千粉丝值不值 值 后不后悔 不后悔 我不能再这么问了 再这么问更坚定了 我回去我再接着买 我发现越问越坚持啊 就这么讲也不行啊 阿兜 我得宣布一条正能量啊 虽然就我这句话说完 可能说的那个电视就是 现场的观众啊 台上的嘉宾呢 有做这个主播的可能有恨我的 但这句话必须得说啊 玩也希望导播能播 刷礼物必须得量力而行 就是如果你每个月 你争得多 你可以拿一点当消费的 比如说你看娱乐的主播 这个东西啊 没有利益牵扯性 你就当看二人转 买一张门票 看相声买一张门票了 但是千万不要影响你自己的正常生活 我不希望就是说的 今天看这期节目的小伙子 小姑娘也好 还是说的叔叔阿姨也好 就把这个刷礼物这个事 当作你这个生活当中最大的事 有点钱就往里冲 有点钱就往里冲 可能说我是靠这个挣钱的 说这些话会有人感觉 哎呀这也是太序了 或者怎么样 但是说的这是我设身处地 发自内心的相说 刷礼物 虽然说你可以获得那种快感 也可以获得那种荣耀 像她说的可以有利益的牵扯 可以得到你自己想要的 但是一定要量力而行 好 好 好样的 都一个掌声送给你 对 这样有责任感的主播 我觉得我们值得提倡 是 是 小姑娘你看看 你再回去琢磨琢磨这五万块钱的事 要不然我真觉得 你得找个厉害点的喜欢 你管住你 要不然这主要的是特征的 发号 陈光 你不好意思拒绝别人 要是我们都给你留等了 你咋办呢 比如说现在陈光喜欢你 你咋拒绝他 我真不会拒绝 你可以说咱俩年龄不合 属相不合这么拒绝 会了吗 会了 说吧 咱俩年龄不合适 挺挺好用的哈 你再跟七号试一下 来 七号小乖乖 小伙 那你觉得我呢 我还怕你 为啥还怕我呀 我不挺温柔的吗 怕啥呀 不喜欢温柔的 你咋挺会拒绝我呢 你为啥到小乖乖这就这么拒绝的 对呀 拒绝的七十咖啥 大学乎呀 大学乎呀 从八号那儿学会的 对 用到七号那儿了 对 十号 红玉 我现在接点小外快 带着写个分手信 情书什么的 就是你不是想和你女朋友分手吗 你可以直接找我 让我帮你带写一个分手信送给她 百分之一百分 多少钱一分 三百 情书一百分手信三百 好使过 必须好使 你刷礼物都刷万八 你还差我这三十五百的了 我给你小来一段 你看看我这功力如何 这三百分钱 白花 世界是美好的 但认识你以后我发现 美好不是永住的 和你谈恋爱就好比吃苹果 我咬了一口 突然发现半条虫的尸体 吐了恶心 吃了更恶心 愿我们在内心戳下彼此的双眼 此生永不相见 三百块钱值不值 值 是不是想分手 对 同志套路 你这哪是分手信呢 你这是绝命信呢 百分之一百分 你答应要给她写分手信 她答应要给你三百块钱 我觉得你们俩都已经达成合作意向了 但我有个前提 你把灯灭了是咋个事呢 我可能 啊 太容不进去了 刚才太生气了 然后我就把她当成分手的那个人了 我说说的特别畅快 把灯灭了 跟你们俩有啥关系 你们再说你们的达成的第一笔买卖的 我可能太投入了燕子姐 是是是 不是 主要是顺手的 但是你找我的话 你得提前关注我 关注我 微信公众号 酷炫少女 我上面有一个标注 不接急活 急活接不了 一般一个月能写出一封分手信呢 对 慢光出细活 等一个月人俩就和好了 和好是最好的 关键小伙儿你看啊 你这里外里的 彭玉送了你一封分手信 差点都出人命 然后念完信了 灯又灭了 现在你还欠人三百块钱 都是套路吗 坑深不 深 彭玉杰这小伙儿怎么样 不够酷 你就分手就直接说 哪有那些乱七八糟的 还离家出走打工去偷鸡 你就直接说我不喜欢你 就完事儿了 你不觉得用偷鸡的方式来分手 是一种非常酷的方式吗 这个 他这个珠妖的证 我觉得没挣到点上 你就刷好几万块钱 你上我这儿能写多少封信 主要是我能处多少个对象呢 对 这是最重要的 好 场上现在十六盏灯都灭了 其实我们常说珠妖的证 你换一个词比如说有主见 换一个词比较执着 其实都是好的词 我觉得你今天整场的表现都不错 我就有一点担心 就刚才兜说 你花五万块钱刷礼物这事 五万块钱买粉丝这事 这事我有点担心 但是大家怎么劝呢 你还是仍然不后悔啊 所以我就着急啊 赶快找个对象 这对象能守得了你 我觉得这事就好办 要不然我就觉得你那 攒的那点家底啊 还没等给彩礼全霍霍出去了 来 缘分天使送给你 掌声送给小伙子 加油 加油 加油